《真佛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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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这个《真佛秘法》 我讲这个修行的方法一般很多 但大致上给它综合起来 其实也不出三样 一个就是续念法 就是净土宗 你看日连宗也是续念法 就是念一个这个《南无妙法莲花经》 把你的心续在《南无妙法莲花经》 那么净土宗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把你的心续在《阿弥陀佛》 就是续念法 一个就是止念法 止念法就是禅 到达无 空无的境界 讲空 讲无 就是你的念头空 念头无 因为空无的境界的时候 一切真相会显现出来 真如 佛 一切都是在空无之中 这个行则啊 很多大德高僧认为 你到了无念的境界的时候 就是佛保 真如显现 这个是止念法 就是把所有的念头全部止住 纳洛巴六步 就是这样子讲的 什么都不用意 意念一切都没有 所以不属念诛啊 不禅定啊 不念佛啊 不持咒啊 不用意啊 不观想啊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属于禅方面的 密教里面也有这样子的 所以是大圆满里面的 所谓的立断 就是在做这种功夫 那么谈到这个密教 我们征活密法里面呢 有静 有禅 又有密 密是什么 观察法 观察法 修行的方法啊 有止念法 有续念法 有观察法 你什么叫做观察法 密教里面不是讲观想吗 观想就是把你的念头啊 放在你的想念里面 然后观察 用你的心很细啊 很细的心去观察 你观察的非常的仔细 到最维细维细的状态啊 就可以发现空性 这个就是观察法 所以修行有止法 止法就是说什么念头都不要 有观察 观察就是说 你用分别心去想念 想到最维系的时候 发现真理空性 这是三种修行方法 大致上讲起来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这三种 这三种在真佛密法里面都有 密教不是讲观想 里面有细念 又有观察 禅宗里面讲 禅宗里面讲什么都不 有真佛密法里面包含呢 很广泛的 有真佛密法里面包含呢 我曾经教过大家 你没有办法断念的话 你用观察法 等你观察到非常清晰的时候 你再喊一声 呸 断掉念头 入于无念状态 宽胆而住 这个时候啊 就是进入禅了 所以讲嘛 你说我要禅定 我要禅定 你就是没有禅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中还有禅定 纳洛巴六部里面不禅定 不是叫你永远不要禅定 而是禅定中啊 忘掉禅定 什么念头都不能有 所以学佛很多种方法 但是 这三种方法综合起来 就是真佛密法 真佛密法 这个范围啊 非常的广泛 它的意义又非常的深 所以它有很深的意志在里面 它不只是净土中的念佛而已 净土中的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把念头续在阿弥陀佛 就是观想法 就叫你观想 观想到非常的清晰 到非常的维系 到止一一 甚至于你挖到最深 就把你的种子 士给它挖出来 把佛性给它挖出来 就变成为士 但是 这个学佛的人啊 经常讲一句话 不起分别 你不起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止法 就是止法 不起分别 你不要什么分别 都是一样的 不起分别心 完全一样 能够进入空性 起分别啦 起分别啦 就是观察法 起分别 你就是在那边比较 所以量有啊 我们讲佛学啊 就谈到量 有所谓限量 你看到佛 就知道了 这个佛啊 有光 有热 有光有热 这个就是限量 限起来的这些限量 还讲到比量 什么是比量呢 你看到烟 就知道那里在生佛 你没有看到佛 但是你比较上 你就知道了 我一比较就知道了 因为我看到烟 哦 我知道那里在生佛 你没有看到佛 但是你用比较的方法说 那里一定有佛 这个叫比量 限量就是马上看到的 就叫限量 用推理的方法呢 就叫做比量 比如我们看到这翠鸟 翠鸟在飞 好多只翠鸟 我们知道那里有佛 为什么呢 因为翠鸟都生长在佛的周围 它是吃小鸟 它是吃小鸟的 这个就是一种比量 比量 我们学佛啊 要懂的这些 那么真佛秘法 它包含了净土 包含了禅 又包含了密教的东西 密教的东西 有所印啊 有咒语啊 有观想啊 是密教的东西 入山摩地啊 用了禅 要断所有的念 是指法 这个指跟观想 互相运转 就是指观双印 修行的方法 你要真正体悟到真如 你要用指观双印的方法 再不行 你用训练法 净土 阿弥陀佛 Omari Bami Home